太阳 金星都算在里面 月亮当然也要算一下 因为月亮是反映你真实个性 尤其是放松的时候 所以太阳 月亮 金星 如果落在这些星座的人 可能你做白日梦的指数就很高了 第三名 太阳 月亮 金星 如果是落在石子座的话 石子座的白日梦是属于那种 过于天真型 就是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 比如说他很喜欢这个男明星 他不会去想 我要怎么样变成女明星 那就建议他太复杂了 太累了 还不如看一张照片 我要做个梦 如果能梦到他最好 梦到他牵着你的手 骑着白马在沙滩山奔跑 如果长大以后 他能够做他的 能够实践他的白日梦的话 他也会非常乐意 比如说他当了女明星 他可能就会坚持 我一定要穿白纱 我一定要穿什么颜色的衣服 我一定要弄得很粉嫩等等 所以很多试试座 他其实有他小小的坚持 和小小的浪漫 那我们来看第二名 太阳 月亮 或者是金星 如果是落在牡羊座的话 也很会做白日梦 他们就属于那种 忘记自己是谁的白日梦 比如说他已经50岁了 或者是60岁 他还在做那种 我要环游世界 我一定要什么 再开一家什么公司 我要去参加什么选美 他们就是那种不服老 也忘记自己老的星座 所以很多太阳 月亮 金星的在牡羊的人 劝你有时候还是要务实一点 因为他们是会把白日梦 去付诸实现 这个付诸实现要是做不来 可能就会给自己惹麻烦了 我们来看第一名 最会做白日梦的是谁 太阳 月亮 或金星 如果落在 双鱼座的话呢 这个是豪情万丈的白日梦 对 如果有机会付诸实现 那么双鱼座的梦呢 总是做得比别人大 就非常地有野心 那它是可以实践性的 如果这个双鱼座 它是属于那种 它比较年轻 没有什么资本 也没有什么能力 那它可能就会开始做那种 没关系 这个世界不同意我 那我总可以把我自己 封锁在我的小小世界里 天马行空吧